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及县府环境保护局 今日上午于南岛婚宴会馆举行 110年清洁队员节 继职业案纯宣导活动 感谢各工作清洁队员默默的付出与协助 维护本县环境及环保工作的推动 那么今天总共表扬了四十几位的我们的清洁队员 他们平时在工作岗位上都非常的努力 都为我们的县民在处理洛书方面 都尽心尽力的来解决这个洛书的问题 所以他们会有表扬县长在这边恭喜 另外我们还是自己要研发 力能处理中心 自己本身要有一个处理的场 也不要一直仰赖别的县色帮我们处理 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赶快进市研发 处理解决洛书的问题 才能够真正把我们的洛书处理掉 现议员张家哲指出 清洁队员们平时相当辛苦 不仅要处理环境垃圾问题 更需配合民众作息时间 也感谢他们的付出 南投县资深基优清洁队员的颁奖典礼 感谢他们过去对自己工作岗位上的付出 对我们南投县所有环境卫生 还有垃圾的问题的帮忙 平常他们的工作环境非常的困难 以及也要配合我们民众做起的时间 所以他们的工作环境相当的辛苦 所以我们也要感谢他们 然后也要代表这些民众 给他们最大的肯定 也希望所有的民众 平常遇到他们也给他们一个赞 希望感谢他们在这个工作岗位上的付出 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清洁环境 县议员赖燕雪表示 相当感谢清洁队员们对于本县环境的维护 提供县民干净友善舒适的生活环境 另外也指出垃圾虽然大家都不喜欢 但若妥善处理垃圾也能够变成黄金 有大家在岗位上默默的一个付出跟守候 让我们南投县的环境品质能够提升 对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美化尽一份心力 我想这是值得表扬的 那么也谢谢环保局很重视 所以有的岗位上是一做就十几年 有的好几年 真的是我们将我们的资源 能够好好的充分的发挥再利用 垃圾虽然大家都不喜欢 但是我们认真处理的话 垃圾也可以变黄金 那么再次感谢环保局的一个努力 燕雪相当重视我们环境品质的提升 所以燕雪要再一次的谢谢 这些既有工人员的一个付出 不畏风雨不畏辛劳 为我们的环境守候着 街道巷弄的维护是人人有责 林县长及议员们也呼吁民众 要一同维护县内整洁 让本县生活环境更加提升 记者邱平俊南投采访报道